各位你進到我們20頁這個就是設定WebDuno開發版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知道 我們這裡不是有這個表嗎 對不對 大家就知道了 剛剛大家在控制用程式碼去控制WebDuno的時候用的是不是叫做DeviseID 好這是唯一的 這是唯一的 所以有分大小型 那麼你今天我只是去設定他的無線網路的時候你們找的叫做SSID SSID 好那這個可不可以重複 可以 但是呢建議就是盡量不要重複啦因為重複也怪怪的嘛 比如說我有一個基地台 你們家裡面的基地台 的名稱如果你沒有改 就買回去就用 是不是都是他預設的 所以有些人他會怎麼樣 在家裡面打開的時候 怎麼隔壁也有一台叫做什麼名稱我們家好像也有一台一樣的 無線基地台有時候 可能隔壁好幾家你都你們家訊號都還收得到啊 只是沒有像他們家裡面那麼強而已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無線 等於說 WebDuno他這個 板子本身也像是一個什麼 無線基地台 只不過他不是給你多人連線用的 他就是一個 就是連線使用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找的 你就是要找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找哪裡 找這邊 點下去 有沒有 你就去找 找看看你們家的號碼 有沒有發現現在好像看不到你們家號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他現在新版本的認體 就是說 你如果 這個裝置 你插電了之後 三分鐘 你沒有要連到他裡面去 他就把Wi-Fi關掉 不是他不能用Wi-Fi 是他的無線基地台 Wi-Fi那個訊號他會關掉 為什麼 不然我們這樣一插下去 20幾台都在無線基地台 是不是訊號比較會互相干擾 所以他預設值就是三分鐘之後你沒有要做連線設定 他就把那個地方關掉 就變成你只能用Device ID去操控他 所以 如果你現在這個情形我就把 我們這個 電源 重新拔掉 再插入一次 你就會發現 你們家的號碼又會重新出現在那個Wi-Fi的清單裡面 這樣清楚了 那像我這一台我看一下 53 好我看到了 我的好像叫做Smart的樣子 來 所以我看一下 找一下 有沒有一台叫做Smart 我的還沒有出來 這個不是我的 這是別人的 人家後面已經有署名叫Who 哈哈哈哈 這不是我的喔 嘿 我看一下 在這邊 Smart 找找看 因為如果沒有我就會再按一下 按一下 我的好像是叫Smart 好真的沒有看到那沒關係我找別人的 好吧 找這個 這個 這個 我找70號那位同學的 好 我就點他一下 我就來這邊點他一下 有沒有個連線 好 連線 那他就問你啦 請問你的密碼 對不對 密碼多少 對 對 這裡 你也不用記啦 反正我們大家都一樣啦 所以我們講過那個安全性 你如果真的你覺得我不想讓人家來我們家玩你就知道這裡要改一下這是最基本的嘛 12345678 好就按確定 這時候他就連到那一台去了 那連進去之後 好現在連進去了 我要怎麼設定 你看我們在這裡 簡報20頁 你如果已經確定連線成功的你就在 這個地方 20頁 你來打 網址打一個192.168.4.1 這大家都一樣 因為你現在都是個別連到各自的 好 所以你看我在這裡 192.168.4.1 有沒有進到這個畫面來了 這個就是他那一台的設定 你們如果有買過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無線分享器 IP分享器 也是一樣啊 他不是都是怎麼192.168.0.1 或1.1.1 1.1.100之類的 就是那個都固定的 好那我現在進去了之後 各位有沒有很清楚看到 你們家裝置的 ID 還有為什麼要叫這個名稱 密碼是不是在這裡 好那現在重點是在 第二個 WiFi要怎麼連 他 現在新版本的韌體 可以設定什麼 三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家裡的時候 他先連我家的 那我出來外面的時候你如果手機的那個熱點打開 我就設在第2組 他找不到家裡那一台就找第2組 家裡WiFi找不到的 或手機找不到的就找第3組 這樣了解嗎 你就可以像這樣 OK 設定好了按下送出就OK了 所以這個就是 設定的方法 好設定方法 所以如果各位 需要的話你就可以我這裡有稍微 20頁有稍微解釋一下 你就可以比較看得清楚這是什麼意思 這樣有沒有問題 回家你可以先試試 如果明天來有問題我們再幫各位解決一下 OK 那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可是還不能走 因為銀盛說要拍照 第一天還是要拍照 所以請稍等一下下 會不會 açıl邊的 按鍵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